呆若木鸡 南南 你的公鸡呆呆的 就像木头做的一样 才不是呢 我的公鸡可厉害了 看 小庄哥哥来了 我找他平里去 小庄哥哥 怎么了南南 哎呦 说我的公鸡呆呆的 像木鸡一样 我的公鸡才不是呢 我来看看 有些鸡虽然看起来 像木鸡一样呆呆的 其实啊 它们非常厉害呢 我才不信呢 那就来听我说这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叫做 呆若木鸡 祭生子卫王养斗鸡 十日而问 鸡以乎 约 卫也 方须交而逝气 十日又问 约 卫也 由硬相警 十日又问 约 卫也 由吉士而盛气 十日又问 约 吉 吉虽有名者 亦无便意 望之四目击意 其得权益 一击无感应者 凡走意 西州的时候 有一个叫 祭生子的人 他非常会训养斗鸡 所以啊 当时的天子 周宣王 就把他请到宫里 去训养斗鸡了 继生子 继生子 我的斗鸡训好了吗 呃 还没有 我最神气 我最神气 哎 快看我的斗鸡 多神气啊 嘿嘿 乖哦 哎呀 好爸爸 快跑 陛下 他好像很神气的样子 其实心里很害怕呢 那我过十天 再来吧 嘿嘿 祭生子 啊 你是谁 快走开 快走开 哎 祭生子 斗鸡训好了吗 还没呢 您看他 一听到响声就叫 一看到影子晃动 就乱跳 太好斗了 这样可不行 哎 那我先走了 嘿 鸡生子 鸡生子 嘿嘿嘿 斗鸡训好了吗 还没呢 都过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训好呀 这只斗鸡 凶巴巴的 很生气凌人的样子 还没有训好呢 喂 你踩到我的影子了 快走开 别追我 别追我 哎 鸡生子啊 斗鸡训好了没啊 现在差不多了 真的吗 可是 我怎么觉得 它呆呆的 像块木头一样啊 哈哈 您别看它像块木头 其实 它非常厉害呢 其他的斗鸡 看到它 就会吓跑的 那我要来试一试 嘿 我最厉害 我最厉害 原来 是只戴木鸡呀 看我的厉害 嘿 啊 啊 为什么 我突然好怕怕 我还是快跑吧 光用冰的 就能把它给吓跑 这斗鸡 才是最厉害的呀 哎呀 这回 你信了吧 原来斗鸡 要呆呆的像木鸡一样 才是最厉害的呀 是啊 呆若木鸡 以前可是一个夸别人的词呢 不过呀 它现在 可不是这个意思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呆若木鸡 现在是说一个人呆呆愣愣的 你要说别人呆若木鸡 别人会不高兴的 所以 千万不要乱用哦 别人咱们 我说一句话 你会不会再来